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21号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本周三 2月20日 加拿大英文媒体Radio Canada出台惊人报道 家国市面上出售的食品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含有致癌物质草甘霖残余 即便在食品标准最严格的婴幼儿食品中 也有超过四分之一含有这样的物质 Radio Canada是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获得的数据 该机构曾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 检查了12,767种各类食品 发现其中的超过三分之一 也就是37%含有草甘霖残余 据悉 草甘霖是一种有机霖除草器 由全球著名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 于1970年代研发 这种药剂能够杀死杂草而不会杀死庄甲 从而受到农户欢迎并广泛使用 然而 草甘霖也由于它可能致癌和可能引发肾病 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争议 欧美各国的食品检验机构都出台了 对售卖食物中含有草甘霖残余的最低标准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所公布的食品中草甘霖残余量的检查数据 几乎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报告显示 本国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卖制品都含有草甘霖残余 而且比例很高 正是由于含有草甘霖残余的原因 全世界最大的意大利面点加工厂 减少了对加拿大硬卖的购买量 就连婴幼儿食品和有机食品也不能幸免 前者超过四分之一含有草甘霖残余 而有机食品中的比率则为24% 尽管加拿大食品中含有草甘霖残余的比例很高 但是大多的安全标准以下 超过安全标准的仅占0.5%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草甘霖超标的69种食品中 有18种净是有机的 从表面上看 本国大多数食品的草甘霖含量 在安全标准以下是一个好消息 但这并不能完全打消食品健康专家的担心 因为安全含量的标准是基于 已经过时的科研数据建立的 并且大部分数据来自 除草剂厂商资助的研究 在过去几年内 全球粮食种子巨头一直用各种的方法 阻碍有关机构发表草甘霖 可能会导致致癌的观点和报告 孟山都公司称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报告有偏见 并希望它被收回 此外 2016年 孟山都公司还曾起诉 加州除草剂的致癌物质分类 虽然大温目前的房市一片愁云惨淡 但不得不说 在过去的五年中的表现相当抢眼 最近一份报告调查了 北美83个城市的房价变化 令人惊讶的是 加拿大房市表现最好的不是 多伦多和温哥华 而是一直在摸摸发展的肃力 据Daily Have报道 Point2 Homes房地产公司近日公布了 一项新的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 大温城市素里在过去五年中 成为了北美房价上涨速度第二块的城市 自2013年以来 素里的平均房价从45万0213元 上涨到了84万5000元 暴增了88% Point2 Homes在这份报告中评估了 加拿大 美国和墨西哥的 一共83个大型房地产市场 结果显示 有18个城市在过去五年中上涨了50%以上 其中有6个是加拿大城市 11个美国城市 排名第一的是美国的底特律 大概是受到多年前的破产影响 那里的房价一度跌至冰点 最近五年间的房价增长达到了97% 素里排名第二 紧随其后的是三番 增长的幅度达到69% 温哥华也挤身前五 过去五年的平均房价 从614487上涨至135万元 涨幅仅比三番低一个百分点 达到68% 另外 涡台华的房价 从328342升值至394700元 涨幅为20% 排在北美城市的第74位 蒙特利尔以18%的涨幅位居第75 平均房价从295859 增加至348700元 相对于这些房价大涨的城市 加拿大还有两个城市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 房价分别下跌了1% 两个城市也因此排在了名单的最后 在疯狂地辉煌了几年后 目前加拿大全国都回到了缓慢增长 甚至直线下跌的惨淡市场 各种税收和贷款政策大大限制了买家的同时 也在强力打压疯涨的势头 不过作为前几年一军突起的城市速理 接下来的发展也可谓是前景一片大好 不仅有很快开始建设的29亿天车线路 更有可能成为温哥华西雅图高铁的终点站城市 该项目整体计划投资240至420亿美元 已经成为香摸摸的速理 房价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继续上涨 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了 春节出国游如今在中国已经很火热了 但是出门在外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情况 一些你在国内觉得是家务式的小事 在国外就有可能让你坐牢 这不今年春节间 一对来美国纽约旅游的中国夫妻 就在这方面吃了个大亏 据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公众号消息 春节期间总领馆接到了一起中国公民求助案件 游客张女士一家来纽约旅游 却在回国前夜 丈夫被警方逮捕 第二天还要上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天傍晚 张女士和丈夫因为一点小事 在旅游第九店外面发生了激烈争吵 一时情绪激动的夫妻二人还互相推丧 这看起来很家务式的场景被路人看到 他们立刻报了警 警方大场后 很利索地将南方以涉嫌家暴罪名被逮捕 这一下 该夫妇就面临保释 出庭 聘请律师等费时伤财的司法程序了 原定回国行程也不得不推迟 领馆特别发文提醒大家 出境游不可任性 在北美 夫妻动手打架就会被视为家庭暴力 执法机关对涉嫌家暴的案件十分重视 对待家暴罪执法严苛 一旦有家暴迹象 警方会立即采取执法行动 夫妻吵架如女方报警 往往南方会被捕接受调查 有时可能夫妻一方并不想警察逮捕对方 只是想警告对方 但事实上 警察到达现场如发现一方有伤 会立即逮捕另一方 有时警方发现夫妻双方都有伤 且互相指责 可能会同时逮捕夫妻双方 总领馆还提醒 家暴案件属于公诉罪范畴 不是简单的家庭纠纷 因此不是受害者想撤诉就可以撤诉的 设家暴案会被捕 一般会被拘押一到三天才能上庭 等待法官发落 交几千美元的押金才能够取保候审 如案情严重 还要聘请律师准备正式开庭 更麻烦的是 开庭一次大约要等一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一旦家暴案确立 警察可以发出保护令 不允许涉案双方住在一起 有条件的保护令可允许被告回家 但不能再威胁另一方 否则会再度被抓 无条件的保护令则禁止被告回家 甚至禁止跟对方通电话 发传真 发电子邮件 也不能通过第三者同对方接触 让被告跟家庭完全隔离 严重情况下 保护令可持续数月甚至一年 有时会导致夫妻关系彻底破裂 家庭解体 所以 不管过来北美旅游的夫妻 或中国的本地夫妻 有矛盾时最好冷静一点 大吵大闹或肢体冲突 很有可能会触及家暴高压线 别到时候追悔莫及 近日 加拿大两名华人相继被移民局发出遣返令 值得为很多移民敲响警钟 别以为拿到身份就万事大吉了 你十几年前的黑历史 随时有可能被移民局挖坟 分分钟把你遣返出境 先来说说第一位华人女士 今年37岁来加拿大17年了 孩子都生了两个 却毫无征兆地收到了移民局的遣返通知 女子整个人都懵了 自己在加拿大十多年 勤勤恳恳工作 老老实实交税 违法乱纪的事从不干 怎么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原来移民局挖坟挖到了女子十年前犯的一个小错误 女子2002年持学生签证来到加拿大读书 毕业后她顺利找到工作 并在08年10月递交了移民申请 一年后申请获批 在填写移民申请表格时 有一项是婚姻状况 女子当时和一个住在一起的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是她留学期间语言班认识的同学 两人感情不错 但也只是情理关系 离谈婚论嫁还远 于是女子便在婚姻状况来选了单身这一项 本来觉得是个无关紧要的选项 谁知道十年后被加拿大移民局翻了出来 硬是咬定女子当年故意隐瞒婚姻状况 心存不良 移民局这时效率一下子惊人起来了 二话不说的吊销了华人女子身份 随后对其发出了驱逐令 而这时女子的两个孩子已经在加拿大出生了 他们一家人在加拿大早已根深难移 女子向移民局上诉 辩解称自己当初是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 觉得两人没有正式的领证 所以不算结婚 但这个理由被法官驳回 女子申请司法复合再度被拒 走投无路的华人女子申请了人道主义移民 然而2018年5月 女子这份生类俱下的申请 还是被铁面无私的法官拒绝了 法官认为 华人女子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的父亲 前夫 以及其他亲戚都住在中国 这些人完全可以帮助她开始新的生活 再来说说第二位吧 这是位华人男子 和上文的华人女子相比 这位就没有那么冤了 这位华人男子也是以留学生的身份 来到加拿大读书 毕业工作 结婚生子 买房买车 享受幸福生活 然而 这一边华人男子沉浸在幸福生活中 另一边 加拿大移民局正悄悄调查 她十多年前的黑历史 终于 移民局不动声色地收集好了所有证据 然后取消了华人男子PR的身份 向她发出驱逐令 禁止她再次进入加拿大 原来华人男子2004年大学毕业后 为了移民走捷径 和移民有加拿大身份的女子结了婚 然后拿到身份两年后 两人就离婚了 这也引起了移民局的注意 经过调查 政绩确凿 华人男子也没有抵赖 她承认 第一段婚姻是假结婚 但她说自己拿到身份后 就开始踏踏实实奋斗 后来也和真正相爱的女子结婚生子 现在这段婚姻绝对是真实的 她向当局列举了几条 自己应该留在加拿大的理由 看是法官并没有被这些理由打动 2018年 加拿大移民局判定华人男子败诉 华人男子不死心 又把官司递到了联邦法院 要求司法复合 2019年2月12日 联邦法官宣布 华人男子在多年前 蓄意通过假结婚的方式 取得身份 此举已经破坏了加拿大的移民系统 男子将被驱逐出境 所以说 想移民加拿大 还真的从一开始就得清清白白 什么把柄也别留下 或者拿个PR就赶紧入籍成公民 要不然人家说遣返就遣返了 据社区报 温哥华信使于2月21日星期四报道 虽然卑诗省有家长发起网上签名运动 要求省府强制学生入学前 接种麻疹疫苗 签名人数在周三晚上已经达到了3.5万 但卫生厅长迪德安否决有关建议 将不会立法处理 温哥华和美国华盛顿州最近爆发麻疹疫情 温哥华共有9人确诊 包括两间法语学校的学生 但迪德安并没有做出 何时或如何执行强制接种麻疹疫苗的措施 他称 加拿大没有定下有关强制系统 迪德安指 就算只有一宗确诊个案 以可考虑列为爆发公共医疗事故 2月14日生日当天 被其生父残忍杀害的11岁女孩Ria事件 令每一位居民都悲痛万分 20日警方宣布 嫌疑人41岁的遗凶父亲Rupesh已在医院身亡 Rupesh于2月14日午夜被捕 警方当晚在安安省宾顿市 他所住的地下室公寓内 发现了他女儿Ria的尸体 警方同时表示 凶杀与失踪人员调查组人 在调查Ria的死因 警方于2月14日傍晚 接到Ria母亲的报警 称Ria被父亲Rupesh 接去庆祝她的生日 但是没有按时送回 安省省警当晚发布安博警报 并根据线索 在Oria正附近11号公路北行线上 发现Rupesh正驾驶一部 银色本田CV车 距离宾顿以北约130公里 2月16日 Pierr区警队探员表示 在省警将Rupesh转交给Pierr区警队时 发现他受了伤 于是决定招来急救人员 将他送往医院 直到到了医院 医生才发现他身中枪伤 之后再将他转送创伤中心救治 同时 周二在宾论 被害的女孩Ria的亲友和社区人士 举办了烛光守夜仪式 Pierr区警队代理总警长Chris 宣读了Ria母亲的一份声明 表示 她用笑容和笑声感染了很多人 直到再也看不到这般笑容 让我心碎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